- 愛動物、愛音樂、愛露營、愛分享的盧小滴 YES 眼睛很刺眼 因為我們現在來的時間真的是下午的時刻 我們今天來到的露營區 是台北的露營區喔 這台北市中心 這次為什麼會來發動露營場 夠近嗎 因為我們住台北住了那麼多年 然後你都一直跑到新竹 你又跑到苗栗 你台北自己的本身的露營區你都沒去過 哦 同場一下 看一下台北規劃的有沒有 比苗栗、新竹、一級戰區的露營區來的好 這次就是來到台北市的華中露營場來露營囉 感覺一下 露營區大致有分三個位置 一個是露營的拖車區 然後另外一個它上面是寫汽車露營區 然後最後一個是野營的大草皮露營區 因為它上面是無水無電 話不多說我直接帶大家介紹 第二汽車露營區 走囉 第一咧 第一 第一就是這裡啊 你看這裡怎麼介紹 這裡 你看一下這裡怎麼介紹 沒有你可以介紹它在整秀中啊 好啦 我們剛看了一下 看一下 因為它你進來的時候 它會給你一個這個地圖的位置 它其實是一張停車卡 一台車只能一個營位嘛 它後面也有它整個營區的地圖 上面有一個表演活動中心 那我們現在去看看它的出口位置到底在哪裡 資工的地方呢 它會有一個風雨廣場 這個地方就是它進去那表演中心的地方 180度的表演場地 但是沒有舞台 就街頭藝人的概念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設置舞台 現在在這邊風雨廣場 所以呢 因為四個地方都在整修 這邊去介紹 景觀平台 然後到第二露營區 對 現在的露營 兩個字跟以前已經不一樣 必須要有水有電 開發這邊的人 真的要去新竹或者是苗栗 看一下營區 這個地方就是服務中心 所以我們剛剛開車進來 是在這個地方做結洽的 對沒錯 好這邊就是水泥平台 那水泥平台 往下看 這邊就是它的草皮露營區 也就是你說的 野營露營區 這邊有階梯可以下去 所以其實車子可以 停過來 然後你下裝備 真的會有人在這邊錄影 因為他們說這個地圖是反的 字是反的 所以我們剛剛在這邊 水泥平台 它旁邊這邊就是 野營體驗的露營區 所以就是轉過來 你看 野營體驗的營區 如果你們有在那邊 野營過的話 留言告訴我 我想知道在那邊 野營的感覺是什麼 等到我哪一天敢嘗試 我會嘗試看看 那是不可能 第二汽車露營區 這邊有牌子 這邊有牌子 規劃的很漂亮 可是弄的很不清楚 牌子用的很漂亮啊 顯示的不清楚啊 不然我剛剛幹嘛叫你 拍那個指示牌 剛剛我們那個 第一拖車區的那個地方 他們的拖車 現在移過來這邊 暫時停 那現在停的這個一些位置 其實就是我們汽車露營區的位置 汽車露營區的位置 它有分兩邊 一邊是那邊 然後我們住的是那邊 另外一邊很顯然的 都還是在整理中 他們之後會把它撤走 汽車露營區的位置 這個營區這麼大 它其實有分兩個廁所 一個淋浴的地方 一個廁所就是在 我們剛剛下面 28號那個地方 另外一個廁所 就是在8號營味的旁邊 對 那8號營味旁邊 它就是有廁所跟淋浴 所以如果說你嫌廁所太遠的話 你可以住到 5到8號的位置 但是5到8號現在在施工 所以它應該不會讓你住 嗯 對沒錯 好我們先去看 它淋浴狀況是怎麼樣 就是 游泳池可以用的 可是 都沒打掃耶 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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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髮 不行 我覺得 嗯 要再認真一點 它沒有複浴乳跟洗髮精 第一標 它還有寫 浴室禁止大號 Oh my God 就湊盒子洗吧 就湊盒子洗吧 但這麼多人就這三四間太少了吧 所以這邊的選擇就是 欸玩一玩累了 想要在那邊睡 先開車回家洗個澡換個衣服 然後再開車過來 不要太累了吧 岔路另外一邊就是21到28號都是在這一條 那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我就是住這一條 這邊就是男女的廁所 但我今天有來上我覺得非常乾淨的 就是可能只是沒什麼人 沒什麼人 然後一樣 洗手台 然後它有附衛生紙 而且它還是感應是電燈喔 亮燈 燈 是不是亮燈 那其實是蠻乾淨的 可圈可點 讚讚 比剛剛的淋浴好超多 男生廁所 可以嗎 可以還可以 它衛生紙放在外面 總歸我覺得二十幾號的廁所是好的 但我們今天是平日來 所以目前維持的程度都還OK 因為人也不多 那人多的話 我真的覺得廁所也不夠用 淋浴也不夠用 然後環境也會影響 所以你們自己看看你們選什麼時間 我們選的時間是平日 這一帳 灌完一圈啊 跟大家做個總結 因為我已經決定了 我今天不錄了 為什麼 因為離家裡很近 近可攻退可守 所以是浴室不行的關係嗎 對 那你可以回去洗個澡再過來好了 你要再帶我嗎 東西來來去去的 衛浴環境的那個浴室 我不太想要留下來錄 那也因為家裡住台北的關係 自己權衡之下 所以我現在就決定 我不錄了 我們先講衛浴環境 那衛浴環境 我覺得我女廁是OK 男廁OK 廁所跟淋浴是分開的 那因為可能在施工是吧 給他講可能 他的淋浴我真的覺得很不OK 每一個排水孔都有堆積那個毛髮 比運動中心還髒 男廁的淋浴咧 第一標 將就時可以 因為營區的營地其實也滿便宜的 老實講 其實就覺得如果說你能將就的話 你可以住下來就住下來 那因為我離家裡寄 所以我選擇就不住 我們營區的位置也便宜多少錢 500塊 環境舒適呢 因為我們現在是12月出來 它這邊其實沒有什麼蚊蟲 但是草皮略長 我們在搭帳的時候有聞到 尿尿尿尿的味道 那不知道是狗還是人 應該是小狗 我剛好看到一群狗跑過去 我們的位置 28號 是可以耀望心電溪 所以你會看到有些人在那邊 嘿咻 嘿 嘿 運動啊 還有人在吹哨時光 你為什麼傻眼 你是可以看到人文景色 那最後呢就是引主的部分 引主其實就是剛剛服務台 他也不是引主 他是公務員 他就會告訴你各個的規則 這一區是幹嘛 那一區是幹嘛 然後給你一個配置圖 你就可以自己在裡面享樂 這就是公務員的部分 路況的話呢 水源快速道路下萬大路 水門右轉再左轉再右轉 就到了 是啊你來這邊很多次是不是 沒有水源快速道路每天都要走 我真心推薦如果說 遇到逢年過節啊 或是什麼 你們找不到一個戶外的Party的一個場合 或者是 Party滿適合的 是可以來這邊的 那住宿的話 那他有露營車啦 那這就是我以上的總結 推薦給大家 那今天就先這樣囉 那我們下次再去做更多的介紹運氣給大家看 吃個飯再走吧 好啊好啊食材都帶了 所以我們先做個料理吃個飯 就回家了 洗澡 嗯 我不在那邊洗澡啦 我說回家洗澡 那影片看到最後囉 來來來來我跟妳講 在開飯之前我 我特別準備了一件事情 你記得上次風里小戰 我要來跟你挑戰一件事 我記得喔 我一直都還沒有挑戰 已經隔了很久 好啦下次換我挑戰它好了 我回去研究一下 你上次是用這個嘛對不對 對沒錯啊 你摸摸看它的那個質感 人家是做蛋糕 外面都有一個膜 現在人家新出的是這種東西 這個 現在人家新出的是這個 有沒有感覺不一樣 我跟你講我上網買 我知道了啦 又上網買 所以我跟你講是它的造具用不對 這兩個 它上次用這個一模一樣 矽膠的那個啦 我知道了 而且我特別還幫你找的很厚的 你這個成功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那還是要看操作啊 我左思右想回去還在找說 怎麼用 壓住它還是會變形 我跟你講沒有用 沒有用就是沒有用 你要做那個蛋你要做這個 我現在實際操作給大家看 好 來來來來來 你要一次兩顆 還是你要一顆一顆來 一顆一顆來還有失敗空間嗎 啊一顆一顆來 唉唷 有沒有有樣喔 你上次到這個階段 它就已經撐開啊 仔細看放上去就這樣啊 它有撐開嗎 沒有耶 沒有喔 看得到裡面煮的熟嗎 可以啦 要蓋起來要蓋起來 你先蓋起來 OK啦 那我蓋起來了 要煮多久你自己要看時間 好 蓋起來 我完全沒撐開嘛 是不是 要用方法嘛 不是不是 回家要先試做 我只是插著道具而已 所以你有在家試做過嗎 其實沒有 這麼有信心啊 我一看到它 然後又看到廣大的網友 其實我上網去透過 那你一定是你最近做麵包的時候 發現有這個東西的啊 這真的超好用的耶 而且它不讚 因為我不知道有這個東西啊 而且環保 你知道煮多久了 你自己要掌握好了 啊你那時候是煮多久啊 好好好 完了完了 BBQ了 我不知道煮多久了 就是得意忘形 在家裡面沒有要試過 哈哈哈哈 反正就是三分鐘嘛 看看是不是 好 時間到了啊 拍起來看看嗎 嗯 欸 怎麼樣怎麼樣 欸 蠻像的耶 把它盛起來了 我覺得可以了 欸 欸 漂亮喔 哎呀 哎唷 脫皮一點點 注意看有沒有流心喔 來喔 欸 三分鐘就什麼 欸 啊這一攤是什麼 哈哈哈哈 這一攤是什麼 這一攤是 它 尿尿了 哈哈哈哈 公版 我覺得再三十秒到一分鐘就OK 對啊 好啦 這一趴算你 得分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有時候如果你的環境不是那麼好 清洗東西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Costco買這個 無塵式的這個獅子巾 因為它有酒精成分 所以它去油力其實還蠻強的 你可以稍微擦一下 我覺得對於露營的人 應該算很方便吧 方便 比如說有泥林啊 那椅子啊桌子 都是用這個擦 有了它之後 我們都不帶抹布 你有沒有發現 欸 我最近又新買了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 不是 在料理界可以幫我 要什麼偷買什麼 欸 滿可愛的耶 登登 因為我常常啊 拌都不會算時間 在網路上看到這個 它有分那個顏色 它可以讓你全熟 半熟還有半生 它有三個階段 所以我現在拿來試看看 很可愛 全熟半熟跟半生 然後它的圈圈是依它大小去分辨的 可愛 2顆 3顆 3顆 煮蛋生氣 可愛 白白圈圈 要先拉一顆起來 黑色的邊框 然後現在第二顆的 這樣 走了 看到了 看到了 那是半生 現在整顆的周圍都已經 試看看囉 第一顆是半生 是這樣子 第二顆半熟 小心翼翼的把它撥完 這一顆是全熟 撥的不漂亮 但是它已經算是熟的 真的是熟蛋 然後這個是人家台灣說的糖心 半熟蛋 有點太晚 但是它 我覺得它那個領子 差不多到一半的時候 就要 把這個拿起來 但是我覺得以糖心蛋來講 已經太熟了 這個半熟到半的時候 就要不拿起來 我們剛剛已經靠近中間 半生 半熟 然後全熟 今天是你主廚喔 要煮什麼 我這是要做炒飯 我要麻煩鄧主廚幫我開一下火 好不好 我把它取名叫做黑蒙蒙炒飯 這是我在網路上看到的喔 先下油 有模有樣喔 一模一樣 網路上看的 就是它 可樂 對 加下去 它是會聞出濃濃的可樂香 是不是嚇到了 是我真的嚇到了 而且有泡泡我也眨眼了 醬油 一點醬油 有 我聞到味道了 有一種目前還說不出好壞的香味 好像中藥味 它中藥的味道了 你有聞到嗎 有啊 所以我說目前還說不出好壞 炒飯放上去開始收汁 唉唷 所以我叫它黑蒙蒙炒飯 好像有點樣 有香味出來了 最後灑上蔥花 那你先試吃 醬油要再多一點 你試試看 沒味道喔 鹹味要多一點 不會是暗黑料理 不會是暗黑料理 耶 就是要再鹹一點了 耶 下次一定會成功 你的可樂要拿來給我煮嗎 倒熱蠻快的 煮的吃吃看 好吃 開飯了開飯了 來吃晚餐喔 唉唷還有可樂喔 對啊 我喝我喝我好渴 還有零食嗎 你還要吃 這已經晚餐吃了 我這剛剛吃完 唉唷 有 還有啊 你還有什麼新章 要這樣子拼開 它要瀏海式的開法 好 這就是瀏海式的開法 那一折 好 還沒啦 等一下啦 這樣感覺有沒有三五蠔油 你這樣就可以那個 還不能吃啊 不是啊 我還沒有折得很漂亮啊 就會這樣看起來很像一個碗 那你的碗是不是要有筷子 要欸 欸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我要準備什麼 我又買了一個新東西 你不是用筷子吃零食嗎 就是因為筷子吃零食 來 登登 吃零食神器 啥 你打開你就知道怎麼用了 應該不用使用雙眼的 這一次有很多招欸 對啊 什麼意思 這樣 這樣子喔 好用嗎 好用嗎 這樣試試看 這樣試試看 怎麼會好用 來 請你吃到餅乾 好用嗎 你有點障礙了 嗯 這跟拿筷子有什麼差別 而且你還要多洗這個東西 好啊 你說要洗 我還有一招 拿著還有一個 該不會還買那種 其他的東西 沒有買沒有買沒有買 我只是覺得有儀式感 有那個我覺得可以買來試試看 出紙巾 或是衛生紙也可以 是這樣 凹字有沒有 我們不是有凸字 M字 M字 你要把它折成M字 這樣看得出來嗎 M字 然後咧 然後兩個手指頭 插進去這個 就以前小時候玩的東西 不用洗啊 不用洗啊 我夾一次給你看 不用洗啊 那我請問一下 那你買這個幹嘛 那這個就很好用啊 是敢用這個 請客人用這個嘛 搞不好有些人做指甲不好用啊 但是我會用這個 這個比較接近你用手指去拿飲食的感覺 這一個好像12塊還是24塊 你是湊運費的 湊運費 對我覺得湊運費也不要湊其他的 我完全不推薦 這個可以推薦 這樣放不是多好看 那我問你 你那個吃完你就不知道放哪了 我就一直到吃完 推薦這個 今天影片就先這樣囉 那就介紹這些小廢物 下去見 拜拜 我們要去搜東西回家了 今天不錄了